都说长得好看的人最花心 结果焦恩俊偏偏是个痴情种 不仅为了妻子拒绝所有异性的暧昧互动 还将全部身家都交给对方打理 结果却惨遭婚变 最终落了个人才两空 妻离子散的下场 1994年 凭借电影《七下五亿》打响知名度的焦恩俊 却在事业上升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就是迎娶自己的化妆师 黄婉琳尽管遭到母亲和好友的强烈反对 但不愿辜负心上人的焦恩俊 还是冒着重判亲离的风险和对方领了证 婚后黄婉琳为其生下了两个女儿 而焦恩俊则将重心放在了家庭上 不仅将财政大权全部上交 还为了妻子拒绝大量吻戏拍摄 更是一有时间就回家陪伴其女 不知道我该做的 比如说受工之后就回家 能够照顾小孩就照顾小孩 比如说小孩洗澡啊 换尿布啊 反正我有空档的时间 我就这些事情我都会做 哪怕手里没有积蓄 也会借钱为妻子购买生日礼物 我的胎系的所有钱都是入她的户头 然后等于说我身上只是零花钱 把去公司 公司和秀琼 和出琼妖的媳妇 我想买一个赚钱送给我老婆 麻烦你 而为了能给妻女更好的生活条件 焦恩俊则是疯狂接喜 赚钱养家 可即便如此 还是没能留住妻子的心 就在2005年 刚刚结束宝连灯拍摄的焦恩俊 接到了妻子的分手电话 尽管妻子一情别恋 焦恩俊依旧苦苦挽留 但还是没能守住这段支离破碎的婚姻 已经闹得并不胜愉快 就是他执意要离婚 然后后来回去我要劝 直到我能去盖章的那一下 那一刹那 我也在劝 我说能不能不要 为了孩子 然后但毅然决然的离婚 离婚后 焦恩俊净身出户 仅仅只拿到了两个女儿的抚养权 彼时忙着赚钱还债的焦恩俊 暂时将两个女儿交给了哥哥照顾 可没过多久 前妻就以家暴为由 夺回了女儿的抚养权 你说你觉得这个小孩是被家暴 然后你怎么还会就是不动声色 你只是去了这个警察局备了案 然后然后验了伤 再把小孩送回到我家 让我哥哥 让我妈妈又带了一个星期 然后再请社会服务处的人 直接到学校把小孩带走 然而让焦恩俊绝望的是 前妻为了阻止自己与女儿见面 不惜在女儿们面前造谣抹黑自己 甚至直接带着两个女儿远走他乡 而痛失爱女的焦恩俊更是崩溃大哭 一度身陷抑郁不能自拔 为了找到女儿 焦恩俊直接在社交平台发布长文 聊表思念之情 最终在网友的热心帮助下 妇女三人解除误会 兵事前嫌 之后焦恩俊成功迎娶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林千玉 可没过多久 双方因种种原因陷入冷战 而面对媒体的采访 妻子林千玉更是用业障一词 来形容两人的婚姻生活 最终在2021年3月31日 焦恩俊在社交平台回应了妻子的采访 宣告了两人婚姻的结束 或许是自己淋过雨 总想撕烂女儿的伞 常见婚姻苦楚的焦恩俊 更是用一句话 差点斩断女儿的姻缘 我已经够难找了 还开条件给我 然后我跟我爸就在讨论 我说爸 如果我要交男朋友的话 怎么样是你可以过关的对象 他说有啊 就找一个比我帅的 比我壮的 比我会演戏的 比我会射飞刀的 然后我说你真的太难了 因为每一个人听到我爸是谁 全部都逗推散步 说七起四起 我我很丢了